他們就很會 然後他們的約會高速 他們就是會在 晚上的時候問你在哪 吃飯了嗎 我現在在精華酒店 你要不要過來 絕對都是 Label 對 不是 就是可能是 吃好吃的 樓下的Buffet 牛排這樣子 然後它就是 Rubbins 對 然後它的Label是比較高的 它不是跟你帶你去吃 就是比較廉價夜市 它就是走著走 那女生在覺得 金華酒店對面 星星大眾斜對面 美台木 很好吃 對 超好吃 這是重點嗎 反正它絕對就是用這些招數 然後都不會少鮮花 然後聖誕節什麼 一定都會送禮物 然後像這個資深玩家 就是我認識他 然後可能上一次帶的是這個妹 下一次又是另外一個妹 反正他們永遠都不會定下來 很厲害 那田園蜜語真的太多了 因為我之前有聽過一個男生 對一個女生講 因為你是我們的朋友 然後他就跟那個女生講說 因為那個女生 他很喜歡去求姻緣 所以他就是世界各地 他的那個應該不是 就是很多廟 他都會去求紅線這樣子 然後他最近遇到一個男生 他就覺得很心動 因為那個男生 只跟他講了一句話 就說 你以前求的紅線 就是編織我們要步上的紅毯 說 講這種話 然後女生就想說 我終於 他就說他終於求到了 最後一條紅線 是詩人嗎 他就說他終於求到了 人生最後一條紅線 因為他覺得他要跟這個男生結婚了 好誇張 而且那個男生也很貼心 就是晚上就是 就是會在家裡下廚什麼的 然後因為男生本身也喜歡下廚 然後他都會幫那些菜取名字這樣子 然後因為每天都會取不一樣的名字 然後女生就會覺得很心動這樣子 我們很有遇到一個狀況是 那個男生超級會講話的 他就跟他第一句話交往的第一句話 他就說 我跟你說 你跟我在一起 你什麼都不用做 你不用像你以前一樣 委屈求全 對別的男生好 我就對你好 你只要享受我對你的好就好了 然後後來他 我那個朋友就發現 為什麼每個月 他都會幫他舉辦一次派對 很盛大的派對 然後都是在大概14號 如果14號前後左右這樣 然後他就問他男朋友說 為什麼你每次每個月都要幫我準備派對 然後那男朋友就說 我跟你說 因為你選了我 我是一個好情人 我讓你每個月都有過情人節的感覺 然後他就每個月都準備一個 就是一個地方 就是把它 好像李奧納多 也不可以 弄得派對就是很盛大 然後很精緻這樣 然後後來那個朋友 就到了第二個月 第三個月的時候 就發現怪怪的 就是到派對14號的當天 為什麼派對當下找得到男生的人 可是派對前後男生都會不見 然後我那朋友就覺得說怪怪的 派對前 那可能是他在準備驚喜 那派對後為什麼會消失 照理說派對後應該兩個人 要很恩愛的在一起這樣子 結果後來他也 反正就是反正他問了也沒有下文 他就每次派對完送他回家之後 他就有一次 因為他手機剛好落在現場 可是他打他男朋友電話 又剛好找不到人 他就想說好 那我自己回去派對的現場 找我的手機 殊不知道現場的時候 那個派對的當下 他男朋友在幫另外一個女朋友 過派對 因為他為什麼可以每個月14號 都辦派對 因為他一次有大概2到3個 不一定有時候是2個 有時候是3個女朋友 所以他一天的成本很划算 他很划算 很辦派對 然後他去不是看到 就是看到對方就是 他就死了心 我那朋友也沒有跟他吵就走了 後來他就跟另外的朋友 聊天聊到之後才發現 就是跟他有一個男生朋友 聊天聊到之後才發現說 原來他不只那天的場地 他自己用 如果他那一陣子 剛好運氣比較不好 只有一個女朋友的話 他弄的那個場地 還會跟他的兄弟合租 就是今天中午誰用 今天晚上誰用 今天宵夜誰用 然後氣球就可以撐一整天 剛好是很小的 關鍵是2個 對 然後我有時候就覺得說 聽到這個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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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Kobe 我拉下來變Kobe 對啊 講Kobe 我跟你講這不行 他只能寫Baby Always只能本離 對 還不用壞 不用壞的話就完蛋了 好聰明喔 然後我聽了這故事之後 我就覺得其實男人 真的不要相信他們做太多 因為男人其實天生都比較懶 所以如果他可以做這麼多的事情 其實是很危險的 而且他可以對你這樣代表 他對別人都配合這樣 對 好 遇到這種類型 最容易被吸引就是喜歡被讚美 然後喜歡跟氣氛談戀愛的女生 所以有時候你會發現 有一句話最打動的女生 就是Just for you 只有妳 妳是最美的 妳是我最想結婚的 妳是最怎麼樣的 所以有時候聽到 只有妳是怎麼樣的 有時候還是要滿提高解決一下 是很重要喔 這樣聽起來 談戀愛要花點腦袋 好 謝謝四位來賓 精采的分享 謝謝